接着我们要介绍第二段 提出方法 那么提出方法就是你的意见的 因此在英文写作上 我们会常常用到的是 in my opinion 依我之见 比较好的方法 或者是最好的方法 the best way 什么方法 后面 对谁来讲 我们可以用补充 对谁而言 for david 因为前面的主角是用for david 什么事情 to 要避免 void avoid 避免肥胖 可以用getting overweight 好了 这些片语出来之后 我们现在要注意看 主词是在这里 the best way 最好的方法 下去就要写动词了 动词 are as follows are as follows 是固定的表达方式 我们翻成如下 最好的方法 如下 这样 那中间就插入 对谁来讲 for david 什么事情 要避免 这个肥胖 最好的方法 就在下面 首先 我们可以用to 好了 这边已经开始进入发展剧了 我们从这边调整一下 首先 我们就用to begin with 就是一开始 他应该要如何如何 前面是讲什么 我们针对前面提出的问题来做回应 第一个问题是 他喜欢吃这个垃圾食品 所以我们这边就要改变了 不要再吃垃圾食品了 我们就可以写了 devi should change 改变一下 改变他的什么 change his eating habit 改变他的饮食的习惯 什么饮食习惯 要做补充说明 可以用dash 那dash后面 从大部分来讲 都是用片语 所以我们可以用ing的方式 好 eating abalanced b-a-l-n-c-e-d abalanced diet 就吃均衡的饮食 rather than 而不是 吃什么 而不是吃junk food ok 这个rather than 好用啊 而不是的意思 继续我们就要看 第二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 前面是讲说 因为due besides 这边 功课压力 好 那 我们就针对 功课压力的 这个情况 来做一个 说明 好 此外 more over 转折语词 此外 他应该要怎么做 he should 要把 读书跟游戏 摆在一起 英文可以用 put walk and play 那么 work and play 就是工作跟游戏 要 together 放在一起 怎样放在一起啊 我们后面再做一个补充说明 说你只有读书 是不行的 那是不明智的 你要工作跟游戏 要在一起 一样 我们用dash 补充说明 那后面补充说明 因为是要用句子的模式来写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句子 it is unwise 那是不明智的 或者是 那是不对的 wrong 把你的时间 把你的时间 to put all the time 把所有时间都是用在课页上 这是不明智的 而没有 后面再来补充 补充就是时间都放在课页上 而没有 without没有去做适当的什么运动 好 without taking any exercise 这是针对第二个情境 我们提出来说明 当然在第三个情境是讲什么 第三个情境是讲 哦 礼拜天 好 我们来看这个 就针对这样子提出 问题出来了 那我们针对问题 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好 下去我们来看 他既然很喜欢看NBA的篮球比赛 所以他应该是很喜欢篮球的 我们不妨这边用一个 表示 原因的复词词句 since David 他很喜欢怎样呢 打篮球 lice to play best kidble 这是 添加进去的 一个复词词句 好了 后面 把时间加出来 on the weekend 那周末的时候呢 他应该要怎样呢 he should 你既然喜欢篮球 你就要到球场去啦 不要一直只有看篮球 he should go to best kidble code c-u-r-t best kidble code 就是篮球场 去把你从NBA那边学到的那个技巧 你就练习一下嘛 所以后面我们可以添加 to practice pr-r-a-c-t-i-c-e pratice the skills 技巧 什么技巧啊 在后面 再来一个关系词句 做一个补充说明 老师是透过自问自答的一个方式来添加的 which he has learned 他学到的 from NBA player y-e-r-s 哎 礼拜六 礼拜天 你就学到的技巧 你就去好好去发挥吧 这样就 针对 问题 提出解决方法 一步一步的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看 结论 结论是 我们现在都知道 肥胖跟什么有密切关联啊 对不对 这个是跟很多的疾病有关联的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 复词词句 用二词 由于 overweight e-i-g-h-t overweight he's 或者是are close related is closely related related to closely related to 这是很棒的写法 跟什么有密切关联 跟 many disease d-i-s-e-a-s-e-s 我们前面也可以 不用这样一个写法 我们改另外一个写法好 这经过证实了 哦 这个 肥胖跟什么有密切的关联 我们换另外一个句型好了 it has been proved let 说 it就是我们形式上的主词 led后面就真正的主词 这件事情已经被证实了 什么证实 肥胖跟很多疾病 有密切的关联 好 后面我们就写 d-i-o-f-o 因此 那我们要怎么去做 既然有关联 我们要怎么去做呢 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 we d-i-o-f-o 逗典 we should have more 我们要有更多的 health awareness 这个写法也不错 health awareness 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健康意识 什么健康意识 不要发胖 所以后面我们再添加 to avoid 来避免 gaining weight e-i-g-h-t 肥胖 gaining weight 也可以用 putting on weight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要有更多的健康意识 来避免肥胖 避免发胖 好了 这个就是针对 devi所产生的一个问题 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这个就是减肥之道的写作的内容 还有结构分析 我会有更多的健康意识 这个问题是一个解决的